你这胃口太大了 一下要了三十个铺面 你觉得我消化不了 是这样了 你像这种低收入人群 都是弱势群体 低薄所能够保证的 也是维持他们正常的生活 改变不了他们的困境 而恰恰在这些人当中 有一部分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手 做的小买的去赚钱的 只是没有资金 做不起摊位 所以才像这样 这眼界白菜射点打邮机 如果能把他们引入市场 集中管理 在经营上适当地加以引导 他们就可以脱禀致富 这样城市管理也就容易规范 你原来是帮助他们 解决做生意的摊位 光有铺位还不行 没钱 钱从哪来 我在想 能不能在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干部当中 发几个倡议 对愿意进场经营的低收入人群 进行重点帮扶 每个人选择一个帮扶对象 帮助他们 在银行得到小额贷款 听说工行的小额贷款都很好 帮扶 帮扶的谐音就是帮富 只要帮他们富起来 这等于才帮得点 你刚才早说呀 我让小杜给咱弄一个跳水架 一点问题都没有 算了吧 已经够难为人家呢 如果让他一分钱赚不着的话 那不又多了一个吃低饱的 康书记啊 想让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 做个表率 尽早地帮助那些个 自主创业的工商户们 融到资 把生意做起来 县委领导的想法 和我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金丝路 是不谋而合 我们有不少适合 小微企业融资的产品 像周转贷款 循环贷款 贸易融资 可以说适合各种类型 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我们也非常愿意 帮助这些工商户 尽早走上经营正轨 难怪康书记 推荐你们工商银行 看来我们是找顿门路了 我猜康书记的想法 应该不仅仅是 卖出创业的第一步 他应该想得更远 这康书记啊 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你们工商银行 替我们培育一批 优质的工商户 让他们的生意 做强做大 形成规模效益 我们有一个特色业务 叫网贷通 它的优点呢 就是一次抵押 循环受信 如果生意做得好 需要资金持续的注入 利用这种循环受信呢 就可以保证 他们生意是越做越大 我回家 跟康书记 马上回报 谢谢了 太客气了 搞好实体经济 辐射大壮 也是我们的责任嘛 您客气了 好 留步 留步 回见啊 好 大家伙 对倡议书的这个做法 非常赞同 热情很高 好些内行的人啊 提醒咱 说是给那些个不认识 不了解的人啊 提供银行担保呢 还是小心为妙 虽然钱数不多 但是干部们的收入也不高啊 万一打了水漂 可就麻烦了 这种担心还是正常的 这件事啊 靠的是自觉作愿 靠觉悟不能连教 说起觉悟啊 还是领导同志的觉悟高 你看王县长和其他常委同志 当场就报了名了 现职机关的同志 也积极参与啊 这个头儿带得好 等有了效果 自觉自愿的人就会多了 是啊 来 慢点 乐人 你来找完水喝 您先坐 哎呀 你去睡吧 好 好 老爷 我老爷子是一病无力抓虾啊 忽然间我就当心发现了 我就想一说这两年 我走这两年 民生得盲成什么样子 家里家外 又当爹又当妈的 还得伺候了我们家老爷子 你说说 这把所有的担子都交给他 我觉得怎么回事啊 当然 还没少麻烦你吧 哪有 谢谢啊 当然 大恩不言谢 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真的 乐乐也没少给你添麻烦 我挺喜欢乐乐的 爸 您 您也太不小心了吧 民生啊 爸这跟头啊 摔得也值了 正好有这么个机会 爸想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您说 我听着呢 我 爸知道 你种感情 对文家感根 可是 爸看到你现在很威严的样子 把这心里 疼 咱不如 咱不如 就把这个家 散了吧 怎么散 我可是您的亲儿子 我可是您的亲儿子 亲的 这个家是说三讲三的 其实 爸也不想散 是 我们俩 另一路 看 我 看 是不是 你 给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话说多了伤气 不说了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让这个家散 不说了啊 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闭着眼 反正我回来了 把家里事就交给我吧 你甭管了 好好忙你的工作去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家里的事 你再也别管了 我回来了 我全权负责 我全权负责 你就放心 文艳你这意思 你是觉得我挺多余的是吧 你怎么那么矫情啊 这怎么是多余呢 我是让你去忙你的工作 专心你的工作呀 家里的事肯定是由我来了 我回来 要不然我回来干吗 但是我听出来你就是这个意思 行我不管你跟康明生 你们俩之前是什么样 但是我请你记住 他是我的未婚夫 所以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发生这样的事 你说我能不管吗 不是 他的事是你的事 他的家人也 不是 你怎么那么脆弱呀 没事吧你 康明生也是这样想的吗 你去告诉他 咱俩马上结婚了 你去告诉他 咱俩马上登记结婚了 这个时候提这档的事 那这个家可真得散了 那不等于要老人的命吗 那好 你说个时间 这早晚 早早晚晚晚 你手上带着我的承诺呢 你害怕什么 你糊弄谁呢你 康明生 你要是不能给我时间 那就听我的 明天 明天咱俩去登记结婚 你还嫌我不够烦是不是 你非得在这个时候 给我添乱吗 康明生 混蛋 来 小岚回去了 大夫说基本稳定了 我把乐乐先送回去了 没事 你也回去了 我干嘛回去啊 明天你还得上班呢 我没事 晚上我在这儿顶着 你这挺累的一天了 干嘛呀 让你回去回嘛 乐乐还在家等你呢 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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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了 没事了 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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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了 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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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过去了 我回来了 我回去了 你怎么不上屋里睡卖啊 爸 我等着你呢 我想让你吃完热乎乎的面 面凉了 我给你去吃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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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正好 我来吃 还行 你吃了吗 吃了 妈妈 老爷什么时候出院啊 就过一两天吧 一个人再见害怕不害怕 真的假的 小小年纪学会成了 怕就是怕嘛 怕就给我打电话 好吃好吃 你说好吃 那谁学的 爸爸 他还会教你这个呢 去吧 局长 小曹 你再回去睡会儿吧 别到给孩子上课的时候犯困了 不会 一上讲台啊 我就不困了 这下领的路不好走 我不放心 咱们走吧 局长 昨天您又这样的 依依不舍的 结果呢 这孩子们一来呀 您又舍不得走了 是啊 好 走吧 咱们 好 好 肃 肃局长 听说你要走 乡亲们哪都要去送你 可是一大早的怕你睡觉了 所以呢 就都在村头等你 这是我们岭上的大早 你带回家吃去啊 一会儿啊 我让林子和哑巴送你下来啊 哎 孩子们 苏爷爷要走了 赶紧过去看看吧 苏爷爷 你啥时候再回来呀 我和同学们带着接你 好孩子 苏爷爷 很快就会回来的 很快就会回来的 乡亲们 谢谢大家了 这个大早 我就收下了 请你们放心 我这次回去啊 一定把老师的事情 给安排好 这几天啊 就让曹老师 先给孩子们代课 绝对不会耽误孩子们的 本来只是想上去看看 快这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待了整整七天 是孩子们 让我真正明白了 什么叫升学率 教育是为了什么 那你自己呢 你怎么打算 韩主任 你明知顾问了吧 你的辞职信 我完毕归程 不不不 康书记 这样 您给我两年的时间 好吧 在两年时间内 我不能消除 像上林小学这样的死角的话 我自己卷破坏卷啊 去趟民班教室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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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写了 你去吧 你去吧 就你那篇作文 还能当范文 怎么了 这 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你别逗了 别的学生都别耽误了你 我那篇作文不论是从利益 还是结构和文笔 几乎都零缺下 对对对对 都会编进课本了 你去吧你 我觉得那篇作文也就将将及格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看不到你那里边最应该写的东西 去找什么东西啊 真情实感啊 你看你那八百多字啊 有哪一句你发自内心呢 还好意思写灾区 别说灾区了 你连山区的小学生你都没见过 爸 你又out了 没见过就不能写啊 这叫想象 懂吗 想象那是闭门造车 没见过的人 你能理解他吗 不可能的 你没见过呀 我当然见过啊 一个小学校 我们山区里边的那种 十几个学生 一个女老师 下一场大雨就把教室泡塌了 老师为了救学生 把腿砸舌了 下一场大雨教室能塌 对啊 不 当然它不是你们 现在这种学校了 就是极拱破腰洞 那为什么没有新教室呢 本来应该有的 嗯 爸 您说的这个事 是发生在你管的安徽山吗 对 那您是县委书记 是老大对吧 那您为什么不给他们 建一个新教室啊 就跟我们学校的一样 我告诉你啊 赶紧的 要不然我比试你 好 你这脸色不太好看啊 焦化干线 还有这纪念工具都是你负责 你要注意休息 行了 什么注意休息 我跟你说啊 这活儿啊 没法干 你什么意思啊你 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你得去问问康明生什么意思 康明生又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这八百六十万的审计有完没完呢 我去这个纪念馆 他跟他我纪念馆 我去焦化干线 他追到我焦化干线 跟他跟屁虫似的 怎么干工作啊 这没法干 不对啊 这八百六十万 我已经给他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吗 你再问问去 对了 你顺便告诉康明生啊 他如果再这么没完没了 你可别怪我撂挑子 我去问问 我去问问 看 王先生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 康书记 我问你 对那八百六十万的审计 是不是一直没停啊 对 一直没有停 因为没有结论 你们先谈 你说你们这阴一套阳一套到什么意思 那纪念馆都立起来了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果 我说的是审计结论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托辞 我们几个把事情都跟你说清楚 我王熙光甚至把心窝子的话都说给你了 你还要什么样的结论 你不要激动 这八百六十万本身就是问题自尽 现在只是搞清楚了它的去向 可是每一笔每一分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也同样要查清楚 这是审计工作的正常程序 你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好 你要是不嫌麻烦想查 你就接着查 我王熙光看你能查到什么样的结果 咳咳咳 咳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嘛 那 那个云林晚报的夏主编 你跟她 是不是还一直联系 对啊 天天联系呢 每天打好几个电话 我要跟你说正事吧 我说的也是正事 好好好 那你明天啊 你再帮我跟她联系一下 我打算在他们晚报的头版啊 刊登一篇 有关老区人民致富不忘先烈 这样的一篇文章 为咱们安和取取晦气 干嘛 你想趁机 跟安和的班子达成和解啊 有这意思 也不全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纪念馆工程搞到现在 确实有点骑虎难下 不甘不尬的 尽管它是以违规的方式出现的 可是纪念馆本身它是没有错误的 用一个班子的意识心血来潮 和违规使用拽向资金的错误 来否定鲜卑和传统 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欣赏你吗 你就是比别人高级 少有嘴话说 这个文章要是写得好的话 还可以对查处这个事件的有关部门 进行一定的影响 毕竟人心都是肉掌的嘛 好在这笔钱 他们没有揣到自己腰包里面 而且还给安和留下了一个 永久性的地标式建筑 最重要的是给那些抗日英雄们 找到了一个安息之地 你根本的意思 就是想操作舆论 进而左右判决 挺聪明的你啊 功过相敌我可没指望 我只是想借此提醒有关部门 体恤一下刘仲和王熙光他们的良苦用心 把板子高高地举起 轻轻地落下 但愿了 刘仲和王熙光 要是知道是你在操作 会不会觉得你又是在玩弄心术啊 所以我不敢楼门 得让你替我出马 那个夏主编 他可一直都惦记着我呢 你要是把我这样送上门 你就不怕我们擦出个什么爱的火花 哪至于是你的定性 不过我还是提醒你 你已经明花有主了 我怎么就明花有主了 康明生 你不要以为你给我这个小小的钻戒 你就可以把我锁住 我这还 你还要什么 还能怎么着 虽然我是很有耐心的 但是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我一定要在自己对爱情彻底失望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但是辛劳未必是你 你 你再给我说一遍 好话 不说第二遍 好 拜拜 好了 好了 好 好也不玩 好 好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手机 你做了一件好事 再次的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见怪啊 我应该向你道歉 你能用专项资金修纪念馆 这个行为我不赞成 可是 这个事儿 我还是有衷地敬佩给你 真是你不应该瞒着我 我不是怕你吗 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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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 我也说实话 你这个人啊 我非常敬佩你坚持原则 第二呢 你的为人我也很欣赏 这话中听 你也爱听好话呀 那得得 不过这件事儿呢 你呢 是不明就里 我呢 是故意为之 真正应该道歉的是我 你看你 就连道歉你都跟我较劲 不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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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多人多嘛 我想问你的事行不 嗯 你看啊 这八百六十万专项款的去向 已经搞清楚了 是不是可以停止审计了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想通过这个事情的 你修补修补跟大家的关系 你干嘛要跟自个儿较劲呢 马上就会有结论 你好 秦组长 康书记 神区发现临时秦组馆的八百六十万 其中有一百五十万附件了 这肯定是贪腐 好 等我 我马上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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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喝水 主任 您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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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